市场是市场 资本是资本 资本和市场的关系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的悖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命力 来自于笃信马克思主义 笃信马克思资本论的 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起来了一种主义 这种主义里面又有资本又有市场 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 关于阿里性侵的这个案子 发酵啊 舆论的一个圈一个圈的 阿里女员工声称被性侵了 涉嫌强奸 然后不是在一个酒店里吗 酒店就回应了说8月7号啊 这件事啊 什么什么灌酒啊 什么什么违线啊 什么酒店啊 什么门卡呀 酒店说我们查了 不存在什么什么酒店违规制作 什么什么房卡的情况 然后呢 酒店说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阿里女员工呢 接下来发声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中纪委介入了 这件事啊 按说在酒桌上发生的这种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闹大了 变成热搜了 变成大家关注的事情了 中纪委怎么可能就这么一件发生呢 这么一个事发生呢 中纪委还真就发生了 不但发生了 而且呢 济南警方表示说 他们成立专门的班子 一定要把这件事呢 做下去 阿里女员工啊 这件事情得到了最大的 这个范围的声讨 说半夜有几百个几千个人 组成的阿里那么一个小团队 说说帮助这个女工解决什么问题 原来说是自发的 后来又说是阿里公关部的所为 说这个资本的平台太厉害了 等等等等 这几天这新闻啊 看着眼花缭乱 有人专门跟踪这个东西 那就给我的链接就有这么长 我对这个具体的事情啊 我是做了一点节目 但是我始终着眼点 不在这个具体案情上 具体案情有济南警方管 对吧 企业管理的问题 所有的企业老板都会琢磨这件事 中纪委应该查的问题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重点 我关注的重点在哪 我关注的重点在 无论是阿里的性侵案 引发的舆论的风潮 还是阿里的蒋某人的八卦案 导致呢 网上删帖 撤热搜等等这些事情 背后的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叫什么呀 资本 资本的意志 资本的力量 资本在整个社会当中 他们所起的作用 不光这种事这样 前段时间那个水光绫环的 后来也是涉及到姓钦的 那个加拿大籍的 那个姓吴的 那点乱七八糟的事 也和资本大佬的背后的推动有关系 甚至那个编剧又直接开骂呀 说特别难听的话 说他第一不会演戏 第二不会唱歌 这人是谁呀 怎么被包装起来的 为什么被包装的是他 为什么他的年收入超过很多上市公司 这个东西厉害呀 资本 背后起作用的是资本 资本平台 资本大佬 资本代言 资本意志 资本力量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资本的人格化 那就是资本家 对不对 关于这件事啊 全世界最有研究的人 叫卡尔马克思 他写了一本书 就叫资本论 资本论 一二三卷 我读大学读经济学专业 资本论是我们必修课 很多人也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那你就读读第一卷 顶多设计到第二卷 第三卷 再生产的过程 很少有人去读 我们是这个专业的 就讲资本论 哎 你意思是这事你懂啊 我还真不懂 我跟你说 这事学问大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深 马克思写了资本论 把当时的那个资本主义世界解剖的那么细 并且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规律 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 按照他的理论和主义 后来就有了共产党的实践 有共产党的实践 又有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什么关系啊 我们中国今天啊 搞的一个社会主义和资本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啊 市场是市场 资本是资本 资本和市场的关系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的悖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命力 来自于赌信马克思主义 赌信马克思资本论的 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起来了一种主义 这种主义里面又有资本又有市场 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和资本 这是在一起的 市场和资本是这样的 你很难想象世界上有一种 市场经济是没有资本的 你也很难想象到 世界上有一种孤零零的脱离于 独立于市场而存在的资本 资本和市场如此密切连在一起 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分开的话 市场剪出来市场 资本剪出来是资本 市场是什么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领域 商品交换 市场 商品生产 它如果没进入市场 没有马克思所说的 惊险的跳跃的话 没有这个动作的话 那你还在生产领域当中 生产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交换 交换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 然后才下一个生产 所以这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 市场繁殖 贩殖 商品交换的领域 比如国内市场 国际市场 农刺市场 市场是各方面参与交换的 整个这么一个系统 机构 也可以理解为 它有程序性的一面 有法律强化的一面 基础设施甚至这些 都要包括在里面 而不是搭个棚子 工商来收税的 那个市场也是一个初级的 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资本呢 资本就是因为投资 得到利润的本金 或者财产 隔壁王奶奶那点养老钱 那不算资本 对吧 因为你没拿去生钱 钱能生的那个钱 能生钱的钱 才叫资本 资本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总称 这么说也不错 资本呢 可以分为制度的或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 它提升或者增值 那是社会生活当中的 最重要的内容 中国的实践 是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 对不对 大家都承认我们现在市场经济了 市场经济在我们这 是个什么东西 我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工具 毛主席的观点认为 连马克思主义都是工具 工具啊 列宁主义都是工具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中国要实现中国国父民强 要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造 用了很多办法都不灵 都不能用 最后发现马克思主义好用 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工具 这就是毛主席的观点 好多人大概听这个东西 觉得有点吃惊了 怎么会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是工具 对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书 市场经济今天是不是工具 我看还是工具 那既然是工具 小平同志也讲过了 资本主义可以用 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要我看今天呢 我们40年改革开放的时间 证明了社会主义呢 不但可以用市场这个工具 而且还可以用的比较好 甚至可能将来用的更好 为什么这么说 我看北大国发院有个老师 他讲了 写了一本书 讲了一个观点 倒是正合我意 社会主义把市场这个东西 用的挺好的 说明什么呀 说明市场的逻辑啊 和资本的逻辑不一样 我们反对资本的逻辑 不能任由资本说了算 但是市场的逻辑和资本逻辑 并非总是统一的 他们有一致的地方 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呀 只要能挣钱 什么杀人越货 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干 老板为所欲为 那不行 必须有法治原则 资本的逻辑是资本增值 而市场的逻辑是什么 是平等交易 是等价交换 资本主义是从临法则 为什么那女工 他到市场里一闹 上了热搜 大家都觉得 为那个女工鸣不平 阿里遭受很大舆论压力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在阿里 你有一个你的破冰文化呀 你有一个黄色文化 老板开黄枪啊 而且阿里未必是最严重的 在很多私营企业 小老板那个地方 那些女工 在她的眼睛里面 她可以任意欺破压榨的 所以这叫什么东西啊 这叫从临法则 老板凭什么可以这样啊 资本的 老板掌握资本 所以资本主义是从临法则 可是如果我们在今天强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只要是挂上社会主义 那就必然有平等因素在里面 市场经济必定是等价交换的 资本主义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增值的 当然需要一个不受约束的市场 不是有个大都不能倒的风险吗 你再大也不行 不受约束哪行啊 蚂蚁上市之前 道道关卡全部都形同虚设 所有的被搞定 最后就要停 那还行啊 那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蚂蚁你一年的利润 你比除了北极上海之外 所有的城市的GDP还要高 那也不能就为所欲为啊 因此老百姓对于这个女工 可能遭受性侵的这个案子 表现出来的足够的义愤就证明了 人心要社会主义 我们要市场经济 我们要社会主义 我们要利用资本 但资本不能为所欲为 资本家不能把原来的罪恶呢 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但是现在的大多数的商品市场啊 产品市场 包括要塑市场 现在大家发现资本主义 它不能维护市场逻辑了 不能维护市场逻辑了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市场扭曲 等价交换不是 是不等价交换 不是谁贡献大 谁做出的劳动多 谁的发现多 谁的创新多 谁就发财 而是谁的势力强大 谁更不要脸 谁敢杀人越货 对吧 比方说某公司 某公司几百人的公关团队 一顺水的小伙子 非常绅士 长得跟吴亦凡似的 一顺水的公关姑娘 到处都能拿下 连中国最大的南方某城市 那个地方没有呢 相关证明 居然都能够滴滴运行 这什么逻辑 这要资本逻辑 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是一样吗 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对不对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过去呢 我们在思想没解放的时候 我们搞不清楚这事 但当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改革开放的实践 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 不但不是水火不容的 而且是可能水乳交融的 资本主义可以用市场 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 而且我们不能用 有没有市场来断定 它是哪个主义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实是可以更自洽 逻辑自洽 就是能够自言其说的 能够行得通大 社会主义能够维护增强市场逻辑 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现在美国和中国干嘛呢 较劲呢 美国那套东西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中国这套东西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两个东西哪个更强一些 人美国人几代人都带着优越感 中国呢 只有四十年的时间 大踏步的前进 市场经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中国的GDP的迅速增长 美国人过去呢 是我们的若干倍 两个人说GDP是中国的八倍 美国人看中国的时候 它是没有足够警惕性的 但是现在呢 一朝一试 它都心惊肉跳 草木皆兵 两种体制在竞争啊 不论你承认不承认 事实上存在的 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 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那是在竞争 社会主义的逻辑是共同体的逻辑 共同体 咱们不是讲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吗 那社会主义呢 人类命运都共同体了 那中国十四亿人更是个共同体了 对不对 这个共同体里面讲什么呀 讲社会主义啊 讲社会主义啊 全人类都讲这个共同体逻辑 那社会主义更讲十四亿人的共同体的逻辑 那社会主义又是个啥东西 社会主义就是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之心为心 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的主义才叫社会主义 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主义 用老辈子人的话说 隔壁王奶奶的词就叫做以人民之心为心 人民之心为心大家都想过好日子呗 你房子大是吧 你车好 你呢 这个吃香的喝辣的 我们也想吃香的喝辣子 我们也想过好日子 对不对 那就大家一块过好日子 OK这个主义就叫社会主义 凡是我自己过得好 你们都不行 你们谁过得毫不敲打谁 这就不是社会主义 这叫霸权主义 这叫帝国主义 这叫金融帝国主义 你用黑客的方式叫黑客帝国主义 传统的经典的帝国主义 那加上现在的新型的发展的帝国主义 都是要阻止别人过好日子的 美国和中国的这种竞争的本质 是美国人看不得 见不得 忍不了 中国十四亿人也要过好日子 咱们现在的好日子 比美国现在的平均水平差多了 但就这样人家都不容忍 所以社会主义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 必须坚持 所以市场经济 为什么要坚持搞 因为市场经济 那是实现富裕的手段 市场经济的手段 那市场经济当中 资本又扮演什么一个角色 更是我们要利用的手段了 那好了 有人说 既然你是要利用资本了 那我资本的人格化的 我有钱 我有钱到什么程度 福布斯排行榜呢 那好 我请那个前科 给我拉了一个九岁 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我挑了其中一个 然后我满足自己的私欲 行不行 那当然不行 这件事我们做了多少期节目 你这种事情 是畜生不如的事情 那到同理啊 阿里的一个女工陪酒 遭到性侵的事情 同仇敌开 大家都觉得不能容忍 有钱也不能这样 平台企业也不可以这样 你自己有破冰文化 那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文化概念下被格式化 所以中纪委下发声吗 中纪委发声也不是说案子呀 案子的事儿是济南警方自己拐 我说了这么一大套东西 旨在强调说 社会主义的逻辑是共同体逻辑 社会主义人民为中心 追求人民福祉不断增加 因此需要市场等价交换来实现 分工协作 需要个体贡献 与回报一致的激励机制 说到这儿 大家一定想起个词了 对不对 做蛋糕啊 分蛋糕啊 你不讲好怎么分蛋糕 蛋糕分的不公平 那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啊 对吧 蛋糕你把大半拿走了 你后边的南非的资本 你后边的孙正义 你后边的华尔街 你们把蛋糕都拿走了 然后我们在这儿 996的痛苦的遭遇之后 我们分了这么一丢丢 你说996还是我的福报吗 本来我很崇拜你啊 你说996是福报 我就得这么看你了 几个意思啊 咱俩换个位置怎么样 将心比心啊 所以做蛋糕的问题是最容易让大家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资本力量不能为所欲为 道理呢 就在这儿 强调一个观点 市场的逻辑 不是资本的逻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 资本不能为所欲为 资本家不能为所欲为 资本家不要觉得自己灰头土脸了 是你们的做法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 你的道德瑕疵 没有办法用钱来 弥平 正因为这样 所以所有的人都需要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的秩序当中 被格式化 首先是哪些 自以为代表了钱 兜里鼓起来 便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人 首先应当对自己的行为 做出必要的格式化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